这是佳佳,我爸小,我自己人俩做了只搭的 真的吗?我是白羊 我是双子 我像我火象超配的 你打游戏吗? 打呀,千岁他不打游戏,我一直推着游戏搭子 来来来,我加你游戏ID,咱们看一集 来 我是新建的 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比我更亲密 你们怎么搞得像双胞胎一样 这叫姐妹服,想要给我逛街买的 我们一会儿吃什么 火锅吧 吃披萨吃披萨 好呀,我昨天刚刷着一家店,再试奶 还是你懂我 都行,那个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吧 前两天刚上的《万人之上》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哎呀,我打的春要到了,快走快走 为了和他们有共同话题 我甚至开始学习了从你玩的游戏 我没看见,我们再来一把 我手机没变了,我去中饭店啊 它太菜了,就只会给咱俩添乱 咱俩开隐身玩 你跟咱俩去串串 好,开始 哎,这么几天没见,你们怎么都晒成这样啊 哎呀,我跟家家去了一趟青海,西北太阳可毒了 他还非要在外面拍照,还要骑骆驼 你们去西北吧 是啊,西北可好玩了,回来都有阶段反应了 哎,咱们下一站去 重庆 明明是我签线给他们认识的 为什么自己更像个外人 我就说签线他性格特扭吧 跟他说去西北,他又不高兴 对啊,一间房只能睡两个人 他要是来的话,费用要多一半 而且他跟咱玩不到一起去 其实吧,他每次叫我出来 我都不想出来 没办法,认识这么多 千,千岁 你不够一口吃饭了 不是不想跟我出来吗 我就不在这扫你们心了 你们俩吃好喝好 哎,千岁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们就是 我知道你们现在关系很好 可以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可以穿一样的衣服 可以坐在一起打游戏 去的游 可是我不明白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朋友吗 那些是我介绍你们认识的 为什么倒过来被排挤的人是我 现在你们有一太有急 我退出了 你可是张奶奶换的第四人护工了 她可是整个养老院最难伺候的老人 哎,做好心理准备 张奶奶 这是您的新护工 余千岁 这是我的规矩 接受不了 千早滚蛋 张奶奶 您的规矩都不重要 你现在以照顾好您的身体为主 胖丫头 我要上厕所 哦,好 哎,我又不想上了 我又想上厕所了 哦 哎,我又不想上了 黄丫头 上厕所 哦,你尿裤子里就行 我会帮您换洗的 您别怕累着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哎,李医生 这次体验结果都挺好的吗 都挺好 就是张奶奶一贯的不配合 别往心里去 她就是故意实现的 不想入养老院 想跟儿女住一起 谁不想跟儿女住 可是都忙啊 张奶奶,吃药了 我不吃药 我要吃糖 行,给你吃糖 来,张嘴 啊,你这胖丫头杀我 我和你一样 一样的坚强 一样的全力 扶植住我的梦想 哪怕会受伤 哪怕有风浪 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 我和你 这都几点了 张奶奶 今天是我照顾你 哎呀,你这笨手笨脚的 哎呀,这个晚上放那个柜子里的 还不如上一个好呢 赶紧给我把上一个找回来 张奶奶,我今天白天请假 回家过了个生日 忘了跟您说了 哦,只是请假 我还以为你被气跑了呢 您也知道您气人啊 除了我,谁还受得了您 这,这是给我的 别的想啊 我听几个护工小姑娘说啊 最近京东奢品节有活动 这个叫 还叫什么 Prada 对对对 就这么念 说这些大牌啊 有不少新品和优惠 我就赶时髦 让那小姑娘帮我买了一个 没想到太年轻了 跟我不搭 送你了 你看你这包破的 该换一个了 您居然 礼物都收了 就赶紧干活啊 别以为你今天生日 就可以偷懒 我要吃面 好 我这就给您做 喂 千岁,我要结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碎碎,吃糖 喜糖真好吃 姐姐,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这样我就能吃到 你的喜糖了 傻孩子 笑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 打电话给陈总 会议改到今天下午 资料给我 方案我来改 走走愉快 陈总 项目都提前做完了 那您明天 明天有更重要的事 姐姐 我这一去大城市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再见了 没事 等姐姐结婚的时候 你一定会回来的吧 陈总 前面堵车了 能让路吗 前面所有路段都堵了 咱们过不去呀 来不及了 有一种力量 无人能抵挡 他用不厌白身来倔强 新娘快下车吧 新娘来了 再等等吧 按照咱们本地习俗 新娘有兄弟背下车 由于他们新娘 没有兄弟 只能有新郎 等一下 没有兄弟 他有妹妹 姐姐 我来送你出嫁 能许愿好想多一天 我们的明天 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 在眼前你为多一天 能实现我们的预言 非常感谢千总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最后我们节目组为千总 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这话是因为太土了吧 我们免费帮你剪一个了 怎么停了呢 我还想多拍几张 真是难受 走 你别过来 照片都在里边 随你处置 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不跟懦弱的人 做朋友 千岁给我讲个题呗 那照咱和他说吧 谢谢 你为什么拍我 哎 你看这样多可爱啊 该怎么去形容你 最贴切 那什么跟你做 比较算特别 对你的感觉强烈 却又不太了解 千岁 高中三年 我给你拍了不少照片 我用这个时期 做成了一本书 送给你的毕业礼物 这个小发甲 跟你真的很配 希望它能让你开心起来 三年为你拍摄了 很多照片 你看 操场上还留着我们的身影 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千岁 以后我来保护你 不管过多久 我都希望我们是彼此最特别的人 希望这份礼物 能留住你灿烂的笑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只是以拍我的丑照为乐趣 你跟他们一样 不 你比他们更残忍 我再要不要看到你了 我儿子是要出国的 你只会耽误他的前程 千岁 我们上同一所大学吧 其实这本书的主人 今天就在我们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